差不多30年醫生 過去醫生有沒有對於醫療政策有意見 對於局方有不滿,絕對有 但是我們始終一直堅持一個底線 就是我們無論任何的工業行動 過去都是以不影響照顧市民 為一個底線,是不能預月的底線 以往我們不寫一些報告 我們都做過 但始終的底線,不能夠踩過就不能夠踩過 這是作為醫護的天職 很簡單 林醫生不應該罷工 如果第一個階段不影響病人的照顧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考慮 但如果影響到病人的照顧 例如手術室突然說要取消藥肝症 我反過來問你,那些症有哪一個是因為新冠狀病毒肺炎 而你要跟他做手術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病人在香港公營醫療體系 等了多久 終於到他有機會入醫院做手術 他家人自己放假,家人都放假,要照顧他 他有期望的時候,誰知道沒有了 對嗎? 他是不是一個旅客呢? 他是不是一個由疫區來香港的旅客呢? 他不是的時候,你為什麼要懲罰這個病人呢? 但公會的說法就是,這是基於整體社會利益的福祉 醫護對的是每一個病人,這是很清楚的 我不是做政策的,我不是做政策的制定的人 政策的制定,這個給予政策制定的人 我們可以給予意見,是否說 你不跟從我說的方法,我就連我自己面致的病人都不做呢?